羽毛球双打技术篇,扣杀,封网,是最好的战术,永远不过时。 现在羽毛球运动得到大力发展,遥想当年中国羽毛球队奥运会包揽舞像冠军,可惜时代一去不复返,现在的羽谈是百江争鸣的时代。 男单、女单、男双、女双、混双五个项目在全世界人才辈出,也说明现在的羽谈越来越精彩,技术也越来越高水准。 这对于羽毛球运动的推广是好事情。 职业比赛技术在不断地更新,打法更加细腻,同样,在业余选手领域,高手也越来越多,技术也更加完善。 在羽毛球双打中,扣杀一直是得分率很高的技巧,以前能打好一手漂亮的扣杀,在球场那绝对让对手不敢掉以轻心,但是,现在破解扣杀的技巧越来越多。 扣杀有扣杀的优势。 速度快,角度低,但扣杀不是完美的,扣杀需要力量,要打出高质量的扣杀,从起跳,将腿部力量转换到腰部力量,再转换到大臂、小臂、手腕、球拍。 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,会有一个很大的惯性,使身体后退,如果打出去的球被对方再往前吊死,很难再启动前进步伐去接球。 我是一个喜欢扣杀的业余爱好者,但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扣杀被对手破解掉,所有球全部是死在往前,让我有一段时间不敢再扣杀。 一个靠扣杀得分不敢再打扣杀的选手,在球场打球,总是感觉是多余的,而造成这种情况的,就是因为我的搭档不懂封网。 每次我扣杀完,我是无法很快速地启动到前场的,因为我毕竟是业余爱好者,没有专业选手那种速度和意识,这时候,扣杀的球被对手拦截到往前,如果搭档不去理会,不去封网,这个球对方是100%的得分。 而我的搭档就没有封网的意识,在双打中,因为对手两个人一人防守一个半区,接杀的几率是很大的,不管我是杀直线还是杀斜线,总会被接到,然后掉往前失分,让我一度怀疑自己的扣杀是不是越来越水。 后来球场的老教练给我们分析了原因,他说我的扣杀没问题,是因为搭档不知道封网,告诉我的搭档,扣杀完,一定要在往前的区域防守好。 一旦被对手拦截,再往前时刻准备了,整个往前的区域全是你的,不管是铺球,掉球,挑球,勾球,能用上的全用上。 当搭档知道我扣杀完,他一定要封网的战术时,效果就是不同,我在后场又重回扣杀,他在前场给我断后,我们在球场慢慢地战胜了所有的对手。 在双打中,扣杀,封网,永远是最好的战术,永远不过时。参考来源。